大家好 今天這個就是快閃的影片 介紹一些叫做尋寶的好東西 找到一些好東西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一件不是新的產品 但是叫做尋寶找得到 我覺得有幾好玩的東西 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我手上這個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過的影片 就講關於這個FPV鏡頭 這個是Spectrum 出的鏡頭 出的時間都有一段時間 差不多四五年前出的產品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用到 我們就拿出來講一下 這個鏡頭 Spectrum Horizon Hobby 很帥 我大概說了給你聽 這個鏡頭的 怎樣用法 其中一個地方 就是3.9W至6W的 Power Input 理論上應該大一點都可以的 以我所看的 最後的Spectrum 但是你會看到 由Mini C 至於我們在玩的車仔 都可以用得到 至於 它的解像度是怎樣呢 它說明書裡面沒有說 但是呢 大概有說過 這個鏡頭大概是 700個TVL 差不多 不算是很高的解像 但是可以叫做看得到先 打開裡面呢 非常漂亮 一個盒子 你看到那隻產品 那為什麼我會說 這隻產品是一隻 我會覺得很過癮的產品呢 因為呢 它這隻鏡頭的話 首先 這件事呢 整個是一件個式的設計 我們玩車的話 當然要一件個 還有第二件事呢 如果打開裡面 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 它整個殼都是一個 蜂蜜式的設計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這隻鏡頭的話 Spectrum 推出的時候 其實它本身 已經是 打擊 給車的人用 所以它 給慢爬車 給大腳 用等等 所以它本身來說 已經設計了 是一個防水的設計 整個已經燒光了 然後後面在這裡按鈕 然後這條線呢 就用來插進接收 就可以用得到 這個是蠻好的地方 而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這隻 的鏡頭的話 如果你隔離一點看的時候 就會看到 Fat Shark 是什麼呢 肥沙 如果大家有玩開FPV機 都會知道什麼叫肥沙 肥沙出鏡頭 就很出名 專業級的人士都用的 我自己都有肥沙的產品 那是什麼呢 天線 我的天線很喜歡用肥沙的 因為發射接收都會比較好 所以我都有用我們的天線 所以我看到這個鏡頭的話 又是肥沙的天線 有一體式 所以就拿回來 跟大家示範一下 究竟這個鏡頭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給大家看的 要開啟鏡頭的話 當然要給它電 基本上就不用開而空氣了 純粹有電就可以了 我先拿電給它 拿電電給它 拿電電給它 不少得有電 電的話就正庫極插對 就只要讓它 Pokemon 接著 接著 打擺這 capacion 在這條電線 它不 certeza 看來遊戲規定 最重要 就是打開鏡頭 casa 搞好 一定要開了 給電 ereum 就可以開了macion primary 開了macion 後面那雙燈 電 然後 Inton 就開啟閉 屏幕去掃描它的鏡頭 很快就掃描到 可以看到畫面 我個人覺得蠻好的 這個鏡頭的角度大概是160度 不會太Y的 我感覺上也覺得Y的程度是OK的 可以接受的 看出來的效果 我又覺得在屏幕上看 蠻不錯的 甚至舉個例子 這個是高光位 譬如說這麼光的位置 又或者一些比較黑的位置 我覺得看起來都OK的 不會太大 差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蠻好的 譬如說這些高光位 譬如說你出去玩車 戶外的時候 遇到這麼高光位 不會爆了 邊邊位仍然很清晰 我覺得蠻好 不錯 感覺上應該 如果我放在浪花泥車 應該會蠻好玩 插了一段時間之後 如果我手摸下去 這個鏡頭的話 沒什麼熱力 不會覺得很熱 熱痠痠痠 我覺得如果放在車裡面 應該會蠻好 不錯 加上有這個蘑菇頭 有這個的話 我可以一次次貼在車頂上 就可以了 摸到有點熱 底部有點熱 但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所以做得很 始終它已經燒ator 而在整體壓力 現在開始掃揚一下 摸著它 手指有壓力 暗位置 要主要是日進 低音質 但如果是夠光 像我家一樣 當我是一個正常的燈光的話 我覺得可以接受 蠻好不俗 如果我想簡單一點玩的 這個遺容車 純粹是打開這條線的話 我覺得這個會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Spectrum 本身已經是設計給車用的 而且體積不算很大 都是小小的 也是一體過 我覺得蠻好不俗 都推介給大家 如果大家還買得到的話 可以試試找這個CAM來買 蠻好不俗 因為畫面質素 設定 各方面都很簡單 大家就可以試試看 我會不買的 我會 不買到你 我會比較多 先試試看 我會不會提供的 喔 沒有 先試試看 我會不會拿到這條線樁 就能穿成都在一條線樁 這樣會不穈的 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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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